朋友好啊 昨天呢我们一起学了 毛主席的 别了斯图雷登的那篇雄文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 是为了 回应 美国国务院 当时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 而写作 毛主席同时 连写了五篇文章来回应 来评论 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所谓的白皮书 别了斯图雷登 是其中的一篇 还有四篇 那就是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友谊还是侵略 维新史冠的破产 还有 丢掉幻想 准备 准备 斗争 我们今天呢 就因应 当下此时的这个 讲 再和大家学习 这篇丢掉幻想 准备 斗争的 雄文 美国国务院 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 以及爱奇逊国务卿 给杜鲁门总统的信 在这个时候发表 不是偶然的 这些文件的发表 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 和帝国主义的失败 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 世界制度的衰落 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 无法克服 使帝国主义者 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 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 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 和帝国主义 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 就是这样的条件 帝国主义 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 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 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 替这些人民大众 准备了物质条件 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 铁道 枪炮等等 这些是物质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强大的物质装备 大部分是从 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 一部分是从 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 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1840年 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 接着就是 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 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 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 英国 法国 日本 沙皇俄国 德国 美国 意大利 奥地利等八国联军 进攻中国的战争 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 1931年开始的 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 1937年开始 继续了八年之九的 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 最后 是最近三年来 表面上是蒋介石 实际上是美国 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 这最后一次战争 爱奇逊的信上说了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 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50%以上 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的军需品 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 蒋介石出人 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 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 加上政治的经济上 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 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 使中国人想一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 从斗争中团结起来 斗争失败 再斗争再失败 再斗争 即109年的经验 即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 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 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 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 这就是精神条件 没有这个精神条件 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 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 造成了官僚资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 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 使它发生了变化 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 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 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 直接经营的企业中 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 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 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 为了侵略的必要 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 剥削中国的农民 使农民破产 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 广大的贫农群众 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70% 为了侵略的必要 帝国主义给中国 中国造成了数百万 区别于旧式文人 或世代夫的 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人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中国的反动政府 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 到了后来 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 例如胡适 赴思念 钱穆之类 其他都不能控制了 他们走到了他的反面 学生 教员 教授 技师 工程师 医生 科学家 文学家 艺术家 公务人员都造反了 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 共产党是一个穷党 又是被国民党广泛的 无孔不入的宣传为杀人放火 奸淫抢掠 不要历史 不要文化 不要祖国 不秀父母 不敬师长 不讲道理 共产共旗 人海战术 总之是一群青年疗养 舍不舍的人 可是事情是这样的奇怪 就是这样的一群 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 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 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 他们想 国民党是不好的 共产党也不见得好 看一看再说 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 骨子里是看 正是这些人 他们对美国 存着幻想 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 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 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 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 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 讲互利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 即反人民的思想 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 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 他们就是爱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爱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爱奇逊的白皮鼠表示 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 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 无论帮他多少总是命定的完蛋了 他们不能控制了 他们无可奈何 爱奇逊在他的信中说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 这是不幸的事 却也是无可避免的 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 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 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 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 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 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 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 爱奇逊的结论应该是 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问子的想法或说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强盗收心做好人 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的和互利的待遇 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 但是不 爱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 而且并且确定的要捣乱 效果呢 据说是会有的 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 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爱奇逊说 中国悠久的文明和他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 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 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 捣乱 失败 再捣乱 再失败 直至灭亡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 就是说他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帝国主义分子绝不肯放下脱刀 他们也绝不能成佛 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 再斗争再失败 再斗争直至胜利 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他们也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 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 一些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 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 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 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 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 发出善心回头是岸 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 土地革命 揭露帝国主义 刺激他们 把他们打倒 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 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 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 官僚资产积极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 及其帮凶们 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 并尽可能的把他们变成好人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 以及旧民主主义分子 以及杜鲁门、马歇尔、爱奇逊、斯图雷登们 所主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 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 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 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 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 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 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 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 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 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 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 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 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 这些人还要长期的动摇着 坚定了又动摇 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 用善意去帮助他们 批评他们的动摇性 教育他们 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 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 叫他们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 还是要做工作 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 才能真正的争取这些人 争取了他们 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 爱奇逊的一套就无所失其计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 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 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 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 还没有下决心 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 以及英国帝国主义 做长期斗争的决心 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 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 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爱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 因为他给了中国环有旧民主主义思想 以及民主个人主义思想 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 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 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 不赞成 或不胜赞成 不满或有某些不满 甚至抱有反感 但是还有爱国心 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 浇了一瓢冷水 丢了他们的脸 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 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 浇了一瓢冷水 爱奇逊公开说 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摆脱所谓的外国的羁绊 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 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因为据说 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 在中国没有跟的是德国的马克思 此人已死了66年 俄国的列宁 此人已死了25年 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 强加于中国人的 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 提倡什么阶级斗争 打倒帝国主义等等 因此必须推翻 这件事经过杜鲁文总统 马歇尔幕后总司令 爱奇逊国武卿和斯图雷登滚蛋大使们 一鼓励 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爱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 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 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条冷水 使他们感觉丢脸 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 好好的打交道 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 而且公开的发表出来 丢脸 丢脸 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来说 爱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 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 全中国热气腾腾 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 对人民革命事业上升仇大恨 但有错误思想的人 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 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这是马主席的著名的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的权务 最重要的是说给这些人 说的多好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 依旧适用 准备斗争的口号 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 关系的问题上 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 关系的问题上 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被动的 还没有下决心 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 以及英国帝国主义 做长期斗争的决心 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 今天不也一样吗 而这种幻想 持有这种幻想者 在今天的中国 相对于1949年的中国 是少了吗 不 早已经过无不及了 小道刚刚 被抓到的 所谓什么是罗昌平之流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 民主个人主义者 他生不起多大的风浪 但这些人 是这个社会的 十足的破坏的力量 小道罗昌平 这一类的 人物 一直大到 大到哪一个阶层的 中国的重量级的人们 嗯 但是 有一句话 可以做一个结论 早早的告诉这些人们 无论你是罗昌平 你 还是中俄共产党的 决策层里面的人 对美国 你的幻想 存在一天 你就会 被动一天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是七十多年前 中国共产党人的 对美的 斗争策略 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一样 也应该成为 今天的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 对美斗争的 法宝 谢谢大家 对美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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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斗争策略